八月六號這個黨慶這個消失後四天 那其實包括所有的記者 都在追這個柯文哲的行程 那我們也一直去追 那後來這個我有去問了 這個民眾黨的 民眾黨就傳了一個 說他去見那個慈濟 鎮言上人 還把那個新聞連結告訴我 就說他們要談天如素 要談這個全球暖化 那意思就是說鎮言上人 在幫他上這個全球暖化的一個課程 那這OK 沒問題 那問題是就是王敏昇 那民進黨的這個議員王敏昇就說 說你這個是不是這消失四天 你去見這個牛鬼蛇神 對 那那個柯文哲就很生氣出來講 你把實際比作牛鬼蛇神 就故意要曲解了 好 那事實上他真的 我們所謂見到牛鬼蛇神是誰呢 就是今天爆出來的 就是這個零水樹 零水樹 剛剛這個 煌哥有講那個水樹仔 事實上你只要去google 不要說我們跑這個跑過社會 就是說你只要去google 你就知道零水樹 水樹仔 他的這個最有名是黑道教父 而且他不只是黑道教父 他號稱南北二陸化水會堅當 曾經這個十大槍級要犯之首的 林來福 還是他的小弟 林來福是他小弟 而且他是在雲家的海線教父 等於說是縱冠縣教父級的這個大哥 那事實上你在嘉義 這個就是水樹仔 那你在這個台中就是人家 就是東瓜標 就是延青標 所以他的層級他的這個地位 是跟這個東瓜標 延青標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那我再講一下 其實你剛剛講那個小木屋 其實不說不知道 我覺得柯文哲 去跟他見面的時候 應該要google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柯文哲去嘉義 那個零水樹就是在一個小木屋 號稱那個招待所 去招待柯文哲 可是你去查 你剛剛講的 應該是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當時零水樹 因為職棒遷堵案 落網警察在抓的 在哪裡 就是在小木屋抓到他的 所以就是柯文哲 去的那間小木屋 對 就是那間小木屋 剛好零水樹在跟小弟談事情 警方因為這個職棒遷堵案 因為懷疑這個零水樹 是幕後的這個藏鏡人 所以要去抓他 就剛好零水樹在那個小木屋跟小弟談事情 所以第一個 你剛剛問責去那個小木屋 你是他兄弟在那邊談事情 你覺得他不知道嗎 他不知道零水樹的背景嗎 我當然 我就是他知道 剛剛那個晃哥 我這個再給你補充一下 你剛剛講說 蔡易瑜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再回到說 因為當時是這個零水樹的女兒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林佳穎 他是參選東石鄉的鄉長 那那個時候 蔡易瑜去找了一個民調公司 來做民調 是說如果他的女兒 林水樹的女兒林佳穎 如果繼續去做這個東石鄉 鄉長的話 會不會有黑道治鄉的疑慮 民調是這樣做的 所以林佳穎就不會送 就對蔡易瑜提告 結果沒想到是不起訴處分 所以代表說等於是法院認證 所以這個就是黑道治鄉 事實上這個林佳穎 他確實是做了兩屆的 東石鄉鄉長 現在是由他的堂哥繼續做 那林佳穎就去轉任做 餘會的總幹事 所以變成是說他們家是等於說是一手把持 整個嘉義 包括余慧 然後包括東石鄉 我就說 因為他這個是縱貫線的大哥 好的 當然我們就說要給更生人機會 可是我必須講 柯文哲你確實知道這他的背景 我是說你這個 就算柯文哲你不知道 你很忙 可是你旁邊的幕僚 你會google 你知道說你見了這個人 會引發很大的爭議 選總統的人見面 應該每一個對象都要很仔細的去了解他的背景吧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人家在質疑你去見這個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也不是我們講的 是當時當時國民黨傳出來這些什麼 這些議長都是牛鬼蛇神 這個所以大家才會有講說 這些地方派系的政治人物是牛鬼蛇神 好 那我要講 如果說零水術 你不知道他的背景 現在我們就告訴你了 這個他的過去的背景非常的輝煌 那問題是這個王冠軍 這個王冠軍你總該知道吧 對不對 因為大家之前這個民眾黨要提名 他選議員的時候 已經說得很少 因為這個王冠軍他的前科累累 他包括有這個傷害前科 還有暴力討債 強拍裸照影片 妨害自由前科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個民眾黨當時他選議員的時候 最後是沒有給他提名的 因為他的歷史太輝煌 故事太精彩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八二六 柯文哲要在嘉義成立 臺灣選擇資友會 結果又來了 他的這個總會長 就是掛王冠軍 所以我最後要問的是說 如果你去嘉義 你第一個拜見的是 黑道級的教父零水術 那再來你的總會長 是有這個暴力犯罪前科的王冠軍 就選擇資友會是這個樣子 難怪人家王婉鈺 時代力量主席在你黨慶的時候 送給你說 希望你不只要超越藍綠 更要黑白分明 人家是有講錯了嗎 柯文哲說 他去見慈濟 慈濟卻讓他吃素 但是你們認為柯文哲 真的是吃醜的嗎 吃醜的嗎 你不是吃醜的嗎 他現在招兵買馬 招的都是所謂的黑道人士 我要講的是說不只 剛才還有還有所謂的 他們在金門提名的 尚文凱 尚文凱 他老公叫歐陽一雄 他是天道盟的 為什麼要歐陽一雄 因為他是陳富海的人 他招兵買 背後跟這些黑道走在一起 都有他的所謂的政治目的 那政治目的就是 我要收容一個派系進來 包含王冠軍 這個王冠軍 剛才講的王冠軍 王冠軍號稱烤小鳥哥 因為大家就知道 我都不知道講明 這烤小鳥哥 烤鳥哥 對 判決書有 大家在網路上犧牲 叫烤鳥哥 為什麼他是嘉義蕭家班 然後那個中東警就不用說了 苗栗他一定要站在一起 爭生 現在他跟郭台銘在互搶 這一塊所謂的地方派系 各方的地方派系 還有所謂的這個林水素 追求他就不是嘉義東死而已 他是整個縱貫耍 我說真的 以前縱貫線沒有高鐵 沒有高鐵 沒有高速公路的時代 南八二樓都通過縱貫耍 所以他包含跟張榮衛也好 跟這些所謂的地方派系 投人也好 都是非常熟悉的 這一次為什麼大家會問他說 你有沒有去見這些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也不是我們說 也不是記者發明的 是因為朱立倫 去跟所謂郭台銘講說 這些地方派系叫做牛鬼蛇神 說真的你要選總統 你去見這些人無所謂 你不要拿磁劑出來 當你的擋箭牌 當你的遮羞部 你去那裡說我吃素 還要去吃素說我吃素 這樣不好 就是說你自己要選總統 你就說明白你的政治立場 你可以跟這些人要票 因為這些人都是有票的 你去要票 但是你對於黑金的立場是什麼 才是重點 黑金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看這個年輕人來講 克文哲 知識克文哲的年輕人 我覺得還是很多人很可愛 他們就是憑著說他過去就是阿伯 這些所謂的白色力量 所以他們也在群組裡面質疑說 為什麼提名尚文凱 結果他說我們是更生人 他們要給更生人機會 結果這些所謂的比較有理性的 年輕人說如果這樣的人出現在 民進黨我們要怎麼樣去對待他 當然不能 而且民進黨現在已經有所謂的 反黑金槍毒條款 在反黑金條款不只是在黨的提名 而且在立法院通過的所謂的 選霸法的修正案 反黑金槍毒條款 我要跟所有民眾黨 這些年輕支持者 反黑金條款在立法院裡面 民眾黨戰裁還是反對 是反對的 國民黨戰裁還是反對 是反對的 柯文哲不只反對 出來講說我們要給更生人機會 就是這樣這句話來的 所以我要講說柯文哲 其實是鼓勵這些過去 有犯過黑金槍毒的人 繼續參選 而這些地方派系 這一次為什麼那麼努力的 要促成所謂郭柯佩 或郭台銘跟柯文哲合作 的原因就是他們想要 把這個條款翻案 因為這個條款如果過了 未來就會執行 接下來他們都沒辦法 去參與所謂的地方選舉 這個是所謂的地方派系的利益 這些地方派系 現在全部穿連起來 因為他們看到侯友宇 是沒有機會的 所以不斷的促成所謂郭柯佩 這些記者也是因為 這樣的問題 去問你柯文哲 結果你柯文哲 把這些 把這些所謂的牛鬼蛇神 還是視為牛鬼蛇神 你把看不起他們 見過也不認為說你見過了 把他們丟在一邊 用過了之後就丟在一邊 我們是看證據說話 剛剛拿到最新的四超貓流雨 PO了一張照片 他說我有撿到照片 因為他說柯文哲 去嘉義找零水素吃平安宴 雖然鏡週刊沒有照片 但是我有撿到 這個是柯文哲 這個就是零水素 好 後面呢 這還有一張更大的 來 這個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了 這個是柯文哲 這個是零水素 前面這應該是在拜拜 拜這個關聖帝君 因為聖靈 所以柯文哲 我覺得你跟黑道的距離真的很近